網友推薦好A吃這家宇菲牛肉麵 大陸這邊的牛肉麵跟台灣的牛肉麵相比 肉給的多跟少也是不太一樣 推薦這個我就點一個這個55的 有一點中藥味 有一點像是台灣的那種類似藥膳的風格 大碗裡就有這麼多的麵 給大家看一下他們家燉的這個牛腩肉 像是筋的部分 味道好不錯 蠻軟嫩的 沒有滷得非常的熟 因為滷得很久的那種蛋的話會很硬 然後它這個是偏軟一點的 鬆鬆軟軟的滷蛋 第二個蒜頭 好 蒜頭 哇 好燒 好燒 好了 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我們的老朋友 好A 莫草 好A 由國來 今天這隻硬皮 好A 帶大家來吃這間叫做 雨飛牛肉麵 好A一直以為他們家叫做飛魚 但是其實不是叫飛魚 飛魚是在大陸這邊的一個科技公司 好像是做一些攝像頭的設備 雨飛的話是賣牛肉麵的 老觀眾應該都知道好A以前 就是做了不少期關於探店的飾品 就是在北京這邊東吃西吃吃一些好吃的 其中就有網友推薦好A吃這家雨飛牛肉麵 雨飛牛肉麵在北京這邊應該算是連鎖吧 有非常多的分店 今天吃的這家叫做南三環這邊的方裝店 我剛稍微看了一下 人不太多 因為現在是早上的10點40分 大陸這邊的牛肉麵 我們不要說大陸好了 北方的牛肉麵來說的話 跟台灣的牛肉麵相比 湯頭也不太一樣 再來就是說肉給的多跟少也是不太一樣 像是在台灣吃牛肉麵的話 基本上肉都是給大塊的 在大陸北方這邊的話 牛肉的話都是給小塊一點的 除非你是吃那種比較貴一點的那種 網友一直希望好A來常常看這家雨飛的牛肉麵 到底跟台灣的牛肉麵差在哪裡 那好A跑了兩個月左右的外賣了 一直都沒有出來探店 這家店我一直寄在我的小本子裡面 今天我們就來品嘗看看 大將軍麵是什麼麵 將軍麵是加量的六兩麵 反正大碗麵四兩四二麵三兩 那元帥牛肉麵呢 元帥牛肉麵呢 元帥是六兩麵 肉不一樣 肉是最多的肉 大碗牛腩肉 一般有一個滷蛋 其他的麵是麵裡的是肉丁 這個套餐 鐵板套餐 這個特別划算 大碗麵 大碗麵 早發餐 北平羊 那你就推薦這個給我 我就點一個這個55的 這個55的 對 內用啊 湯匙 北平羊要涼的還是要常溫的 涼的 涼的 是我自己去取對吧 面食加號 其他大碗肉給您送 好好好行 我做這個就行了 這邊 這邊光線比較好 我在這邊拍視頻 他們就要推薦的 哇塞 55耶 不便宜 蠻貴的 但是我想體驗一下這種 大碗牛肉的那種感覺 到底是甚麼樣子 跟台灣的區別 到底在哪裡 因為如果是點那種便宜的 這種就是普通的牛肉麵的話呢 他給的是牛肉丁 在北方生活小伴應該都知道 便宜的牛肉麵是給一點點的肉 今天整體消費下來呢 是這一碗麵 再加上這個半碗的牛腩肉 再加上這瓶可樂的話是55元人民幣 我是覺得230元台幣的話 吃這樣子的分量 應該跟台北市差不太多 我們這邊來 嘗嘗看他們的湯 一碗麵的湯都很重要的 有一點中藥味 有一點像是台灣的那種類似藥膳的風格 把這些麵全部撈起來的話 大碗裡就有這麼多的麵 給大家看一下他們家燉的這個牛腩肉啊 哇 像是筋的部分喔 味道好不錯 我不太喜歡吃太柴的 我會比較喜歡吃 就是類似筋的那個部位 肥油我也可以接受 像是這個就是牛肉的肥油 冬燒的這種感覺喔 就是鹹 也沒有其他的辣味什麼的都沒有啊 滿軟嫩的喔 我去拿個吸管 吸管來了 喝一下這個北冰羊 北冰羊就是橘子汽水喔 就是在台灣的小班可能是沒喝過的 一般的女男人 吃餃子的時候是不加這個蒜頭的 好 說實在的我覺得口感的話 沒有到很出色 因為它有點 有點爛爛的感覺 一定是我個人的一家之言啊 畢竟我是南方人 我吃麵類 麵食類的 我沒有那麼專業 如果把這些肉都攤出來 在牛肉麵上面的話 一碗賣200多的台幣 是覺得應該是還可以 跟台灣的物價差不多 你如果是說就是那種純麵 沒有牛肉的話 二十到三十元之間 人民幣的話 是覺得小貴 這個應該是他們後煮燉的吧 也有可能是中央廚房我也不知道 哇 昨天吃爐煮 被蒜嗆到了 大顆 它家的蒜比較偏辣 我之前吃過有甜的 偏甜的蒜頭 好 前一段時間台灣不是缺蛋嗎 其實台灣的雞蛋的新聞 我是不怎麼關心 但是在北京這邊的蛋價的話 這半個月左右吧 好像也長了大概是 一斤長了五六毛 這是這個套餐的爐蛋 咬開的樣子 沒有爐得非常的熟 因為爐得很久的那種蛋的話 會很硬 這個是偏軟一點的 鬆鬆軟軟的滷蛋 剛燒開了之後 然後就泡進去滷汁裡面泡一下 就是讓它醃著這種感覺 就我個人而言 我比較喜歡吃的那種滷蛋 吃起來偏硬的那種滷蛋 比較偏清淡一點的我感覺 紅燒的牛肉的話 就是鬆鬆軟軟的 我覺得這種鬆軟的感覺 有點像是那種料理包的那種牛肉 因為我自己做牛腩肉的話呢 都會有點偏柴 所以它這個做得非常鬆軟的話 我是覺得可能會有經過嫩肉處理的 好吃 就是按我以前做外面吃飯探店這種標準的話呢 我一進門基本上是不會選擇這種55元的號餐的 因為我覺得有點小貴 但是呢現在自從開始跑外賣之後 我覺得因為外賣也有收入嘛 那這些收入的話帶大家去吃一些比較價格稍微高一點點的 我覺得這種感覺還可以 值得紀錄一下 來嘗嘗看他們家原本配的這個肉丁啊 這種肉丁的話應該是類似里肌肉吧 我也不知道耶 反正是小小塊然後比較柴一點的肉丁 今天就吃兩個就好啦 要不然吃太多有點太燒了 好 蒜頭 好燒好燒 來一塊打塊的牛肉啊 來一勺全是牛肉 吃得差不多啦 就剩底下這些湯啦 北方人吃麵的話基本上是不喝湯的 像是這種牛肉麵的話 只是泡湯的一種佐料的那種感覺我覺得 哇 把它喝完啦 喝完啦 吃完出來啦 討味這邊跟大家總結一些用餐體驗 第一個部分如果是講價格的話 就是55塊錢吃到有半碗牛肉 那一碗牛肉的話大概價值25塊 因為有那一碗牛肉是不貴的 再來就是說它的麵的口感 我覺得比較沒有那麼想像中這麼的筋道 就是沒有那麼的那個有口感 湯頭的話也是比較中規中矩的 沒有像便宜的那種湯頭 調味料非常重 它是屬於比較清淡 比較寡淡一點的這種湯頭 肉的部分的話呢 便宜的肉吃起來就是硬硬彩彩的那種小粒的 大塊的牛腩肉的話吃起來我是覺得還可以啦 煮的有點嫩 有點軟爛的那種感覺 我個人認為我自己是一個比較重口一點的人 所以呢我今天整體吃與非他們家的 是覺得沒有想像中的好吃 我感覺是這樣子喔 湯頭偏寡淡 麵條口感比較沒那麼的足 肉的話呢它的那個味道沒有到我 我覺得很驚奇這樣子 也許是我今天就是爆食的 比較高一點的這種情緒來吃的 我覺得他們家應該是很好吃的 你如果是對一個東西有特別有期望 期待的話呢 如果不如你的預期的話 你可能會覺得就是一般般這樣子 還有另外一點是我自己的原因 因為我選擇的那個位置呢 是靠門邊的 你吧台邊上的位置 然後吧台那邊的人 時不時一直看著我 我會覺得好像是感覺很奇怪你知道嗎 感覺好像動物園那種感覺 所以呢 可能也會多多少少影響到我吃東西的心情吧 今天這條視頻就簡單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喜歡好威的小班 你可以幫好威點個讚 如果還想看到好威持續的更新的話 你可以關注我喔 祝大家平安順序 祝大家好好吃飯 我是好威 感謝你們收看期待你們的留言 明天見拜拜